我也是新藏藤重工基金會華人社區的健康推廣員 我今天叫女樂球 我們今天的活動叫唐心風步 其實就是我們做一些中文的講座 希望在社區裏面宣傳的 其實我們平時的飲食裏面有很多隱形糖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吃得太多這些隱形糖 就會增加心臟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還有送風等等的危險 我們今天就說真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低 我們平時食肉的隱形糖 另外的一些講座 包括中風有什麼症狀 還有應該怎樣緊急去應對 還有平時我們吃的中藥和西藥之間 有沒有一些傷互的作用 可能對於我們的身體反而會造成危險 還有我們可以怎樣跟藥劑師和醫生溝通 可以令到我們平時中西藥運用的時候 可以相得益張而不是互相排斥 我們今天還有其他的活動 包括我們有很多機構的朋友 來介紹他們的服務 還有我們也有免費的健康測試 華人對於自肥心臟病 中風會不會有些誤解 或是認識不深的事 其實我們幾年前做了一個研究 發現很多華人對於心臟病 和中心臟病發和中風的一些症狀 不是很了解的 而且有這些症狀的時候 也未必會很第一時間去聯繫 打911或者去投狀 其實這樣會令到可能我們坐過了 最黃金的急救時間 會造成更多的長期的疾病 或者是一些殘疾 所以我們希望更多的人 了解到一些先期的症狀 可以及時去找醫生去求救 另外就是好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東西我們以為 不是甜品來的 可能都沒有糖 但是其實都有很多的 碳水化合物 或者很多隱形糖 是我們不知道自己平時吃了多少 而這些吃得太多 是會影響增加我們心臟病和中風的危險 華人對於心臟病和中風 算不算是高危一族的 算的 其實特別是 譬如說高血壓 還有就是中風 在華人裡面其實也是很普遍的 所以我們應該更加多去注意 你好 我是毛柏林醫生 是安省心臟中風基金會 華人分會會的會長 我們已經成立了大概25年了 過去我們都籌了很多款 和心臟基金籌了 是有280萬的籌款 我們用在哪裡呢 這些籌款是用在研究工作 實在有很多你們很知道的研究 例如心臟病法的ICU 還有最近因為中風而是做導管的檢查 都是心臟中風基金會所分開的 我們接下來就會有一個籌款 每年一次的籌款 就是這個 這個星過夜黑 深星慈善參與會 將會是5月23日 在這個 Hilton Convention & Suite 那裡舉行的 希望到時來參加 華人在防止心臟病院中風 有些什麼秘訣 都是跟那些秘訣 都是跟古羅大眾一樣的 就是要控制血壓 不要過肥 以及不要吸煙 做多些運動